要说告别夏天最好的方式,那就是置办一件风衣,给自己称称场面,作为时尚界的经典,能在秋季独领风骚的大品,绝对为风衣莫属,作为时尚界的经典,在即将来临的秋季,风衣依旧独领风骚, 优雅之性,时尚百搭,风衣简直就是秋日必备,那么秋季应该怎么穿风衣才好看呢? 一,风衣怎么选今年来特别流行oversize的风衣,修厂上模特穿起来,更是潇洒不羁,气场全开,只是由于它版型宽松,对于没有模特身材,我们并不是那么友好。 所以,修身,和身的风衣,更加适合我们日常穿它,它看起来更加干练,潇洒,也不会给人一种拖沓的感觉。 二,对长度,虽然长款风衣人见仁爱,走路呆崩有其事,然而小个子女生借尽盲目跟风,在风衣的长度上,不应选择过长的风衣,臀部以下膝盖以上即可,最好是将腰带系上,提高腰线,拉长腿长比例,高个子可随意哦。 三,既带或敞开穿对于仙女们来说穿衣它配不仅要好看,而既要性高腰线,所以,打造高腰线是非常重要的,既带穿能为简洁的风衣增添更多细节,同时也有很好的塑形效果,强调腰身并且横线退长,而敞开穿则营造一种走路带风的气势,特别适合想要打造欲解放的女神。 但是要注意,内达千万别忘了腰线,稍微擦一下一脚,就能轻松搞定腰线了。 颜色的选择风衣实在是百搭,只要不犯它配色彩的错误,便能穿出高逼格的感觉。 所以,在颜色的选择上要根据肤色,皮肤偏白的人几乎能够穿大多数颜色。 自然肤色,不管你是白皮还是黄黑皮,建议大家选择经典的卡其色。 内套白色,提高肤色的同时,也应造是毛感。 哦,风衣怎么搭作为经典时尚王者,一件风衣带所有。 在这即将到来的早秋,一款简约的又气质的风衣,足以凸显你的时尚与流氧。 风衣加T恤,风衣的内搭越简单,越能体现风衣的格调。 考虑到秋季的昼气温差的,内搭一件白皮或条纹。 不但适用,而且有饭,风衣加裙子裙子,本身就是女人的情愫。 搭上经典风衣,时髦,又有女人尾,A子半身。 显高鞋,瘦效或衣流,搭配长裙。 不仅显瘦,还能穿出好气质,风衣加衬衫,风搭衬衫,或大恋或知性或穿性消法。 这是职场女生最喜欢的一种搭配方式了,下身可搭配包必须,更加有女人呗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喜欢的小仙女记得关注我哦。